大家来看这把我方的阵容啊 两个射手 没错啊 这一局又有人摆烂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的人 为什么打游戏形态这么差啊 只要一开局和队友聊不来 就直接开摆 但他摆那他就摆嘛 那你能不能选对人来摆啊 这我打的中单又不是我抢他的位置 这也来到线上之后 他打了一个速度之后啊 立马去中路送了一个 导致我前期直接裂开 点开首约的面板一看啊 两分半居然送了三个 但他有出一个宝石 那说明他是想赢的 只是有点不服气而已 那么这一把啊 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带着队友直接翻盘呢 这一波我在中路清线的时候 队友就已经在上路打了起来 但是我中路有一个苏裂啊 他卡着我的位置 我支援不过去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打掉中路苏裂的状态之后 然后去上路支援队友 虽然说这一波上路的队友是打炸了啊 但是我们可以打一个收割 看好李白的位置啊 他回影子了 我们直接三一闪上去给他秒掉 交缠过来 他点了一个进化 我们等他二技能跳的时候 然后再用一技能给他秒掉 注意看啊 中路的苏裂是有想上来 所以我在这里等着他 因为我们已经压过他的状态了 如果他过来吃到了我的一技能啊 那他的被动就直接掉了 但他没有过来啊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上来清兵 六分钟的时候啊 野区全炸 队友的心态全炸 我说了一句啊 好好打能赢的 但队友还是选择了投降 果断拒绝啊 因为这一把我很相信啊 打到后期 我绝对可以带着队友一起翻盘 来看小地图啊 这一波李白是在上路带线的 他清掉兵线之后的走向 是往我们家野区走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把中路的兵线清掉之后 是得去上路守我们的二塔的 但一定要注意啊 李白最后那一下 是往我们家野区走了 所以这一波他一定会利用我们家的野怪啊 然后刷大 月塔给我们打消耗 所以这一波我就一直在拉着三指 等着李白上来的时候 二技能预判他下一步 突得位置 吹起来直接配合防御塔秒掉 现在我的日幕是做出来了 伤害非常的高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追着对面打了 像这个敌人节啊 开大上去 一扇子接一个大招就可以直接秒掉 秒掉敌人节之后往回拉啊 因为对面的狂铁和貂蚕都在 一技能扔完之后往回拉啊 然后再重新绕回去 因为下路的兵线到了 对面不可能会放掉这一波兵线 预判貂蚕下一步跳的位置 直接甩到他身上 现在对面两个蚕啊 但你觉得他们会放过这一个炮兵吗 不会的啊 在兵线后面卡个视野 这里我一定能先去探一下草啊 看他有没有在草里 但没在啊 那就只能利用守约把它勾引出来 点个进化没有用啊 直接一个大招给他抬走 把下路兵线清掉之后直接回去 现在敌人节是复活出来了 然后对面的打也是在开暴军 那么说明啊 中路的这一波兵线 很有可能是敌人节会过来清 所以我们就可以过来蹲一下啊 果然是他就直接开大上去 至于看这里 我打敌人节的一个小走位啊 躲掉他的大招之后 然后再开大给他秒掉 对面掉人了 我们就赶紧抓住这一个机会啊 去把大龙给开了 但这一条龙真的很可惜啊 我都卡着最后一下 然后再去给他一技能 但还是给狂铁抢到了 不过我们也是把狂铁给秒掉了 也算还行 接下来就是长手了一波啊 等着对面的buff过了之后我们再打 现在我们是可以出来打了啊 先把自家的蓝给拿了 这一波李白掉点啊 那我们就可以去中路战视野 但这一波首约应该先放眼了 但还好我闪现块啊 没有给苏裂震上去 一扇子把苏裂给秒掉 现在大家来看我的二技能啊 因为我现在没有吹得到的人 所以我二技能一直捏在爱琳的脚下 因为对面绝对会上来吐爱琳的 就一下爱琳 但现在还没有结束啊 对面的李白还在 你们就看我的二技能又捏在自己的脚下 只要李白上来吐我 我二技能吹脚下 吹到了就可以一扇子给他秒掉 来到最后一波啊 这后面呢真的没什么精彩的 也就是正常的操作 这里我还是预判着李白下一步的位置啊 所以一直在后面卡着视野 保的队友去打 老福子是强拆了对面的上路高地啊 现在我们的中路兵线也到了 我还是在侧边去给技能 这里一技能没打中啊 然后二技能预判对面下一步的位置 吹到两个之后直接开大 狂铁瞬间蒸发啊 然后我还是等着李白刷的玩大之后 然后二技能去吹他影子的位置 但这一步我吹快了啊 但还好把苏力给打残了 现在就回头去接一下队友巨型了 最后的话 对面两个人也守不住啊 我们成功的一波了 最后说一句啊 我们一定要有那种不抛弃 不放弃的精神啊 拒绝摆烂啊 拒绝摆烂